美牛 我們其實剛剛才談完NBA林輸豪 這個是王先生提到的說 林輸豪吃美牛才能夠進NBA 這句話待會兒你來解釋到底有沒有這樣講 不過這話一講完以後 不得了這個立刻起高度的一個爭議 說這個林輸豪吃了這個美牛才能夠打NBA 這跟這個美牛什麼收入經理有什麼樣的這個觀點 王先生你是怎麼說的 我這個我看到報紙我才嚇了一跳 我怎麼普通話講得這麼差 因為基本上我以前我認為我的國語講得非常的好 不該被誤解的 我這句話講成說林輸豪吃的美牛還能夠打NBA 那還跟才雖然筆畫上差很多 可是音就差了一點點了 可能透過電話講的時候就被人家誤解成這樣的 那寫了個才你就害死我了 就害我上頭條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東西真的是無妄之哉了 以後我國語要好好學一學 所以你說原本你是講的說吃了美牛還能夠 對 這跟說吃了美牛才能夠是完全不一樣的這個意思 你說他吃了這個美國牛肉以後 還沒有中毒的這個意思 然後還可以持續打NBA 不過但是這句話本身這引起高度爭議 無論是台灣業者或者政治人物都認為說不能接受 您的看法 對我想是說美國牛肉它有分成有含瘦肉精的跟不含瘦肉精的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林輸豪吃的是不是不含瘦肉精的美國牛肉 所以我想是說對於這個美國牛肉的瘦肉精的風險 其實我們最近也研究了蠻多的 然後我們也看到就是說 國外的人體試驗它還是非常的有限 台灣基本上是沒有做人體試驗的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所以如果說這個東西要就是說 因為透過牛肉的關係移轉到人的身上的話 我們人到底能夠承受多少的劑量 我覺得這個部分的話 對於消費者來說 當然是希望能夠控管的東西 大家才來接受 如果說不能控管的話 我們覺得還是應該要暫緩 所以這個不是美國牛肉進不進口的問題 現在美國牛除了內臟之外 包括帶骨的什麼都已經進來 這一次談的是瘦肉精的問題 瘦肉精問題說它吃了不防 有什麼科學的這種證據 到目前為止也沒有 說吃了有問題 有什麼科學的這種證據 這是我們歡迎所有的觀眾朋友 但是正義已經全面的引爆了 我們最近其實聽到各方面的專家學者 都提出了他們的看法 對於瘦肉精 尤其是中間是針對是培領這一部分的瘦肉精 而不是其他的 畜牧業的有表示意見 食品安全衛生的有表示意見 那醫藥界的其實還分兩派意見 然後這個環保的也有不同的意見 我必須要說每一位專家我都非常的尊敬 但是如果專家的意見南原北側的話 我們該聽誰的 我的想法非常的簡單 其實我對於這一類的事情 我的要求都是如此 資訊要公開 而且要確實同時人民有選擇 所以如果今天美國牛肉進口的時候 他明白的告訴我他是有瘦肉精 我自己可以選擇我要不要買他 這市面上的牛肉非常的多 我不買美國牛肉 我還有澳洲牛肉可以選 我還有牛西蘭牛肉可以選 所以如果說我是有充分選擇權的 而風險跟資訊是充分告知的情況之下 那我覺得就是OK的 因為坦白說所有的添加物 你要說對人體百分之百沒有害 這個我不相信 那你要說這個添加物已經證明 對人體有極大的害處 坦白說也沒有證據證明說 這件事情對人體有極大的害處 我們現在有很多東西 都是對人體理論上 或者食物上都是有害的 比如說農藥對人體有沒有害 農藥為什麼可以使用 為什麼要有一定的容忍程度 可是農藥其實對人體是有害的 無論它的容忍的程度是多少 其實對人體一定有一定程度的害處 只是你可忍受到多少 那請問一下 基改作物可不可以進口 基改作物到目前為止 它會不會造成人體傷害還是有爭議的 可是基改作物還是可以進口 那塑化劑是不是應該要零驗出 可是現在不太可能 因為我們所有的包裝裡頭都會有塑化劑 所以我的要求就很簡單 我覺得對消費者來講 要做到的就是資訊公開 確實而且我們有選擇 可是這個瘦肉精已經在民間開始形成 某種程度的恐慌了 那個我把這個瘦肉精先講清楚 我們其實我們現在談的是萊克多巴胺 萊克多巴胺這個是個學名 那它用在豬腳的培林 那用在牛用在火雞 那其他的名字那個東西很長就甭記了 我們就叫它萊克多巴胺 這個萊克多巴胺這個玩意兒 它原本是用來研發人的氣喘藥 結果在1958年的時候研發出來 研發出來 又覺得這個藥怎麼爛到不行啊 根本不能用 人吃下去一點感覺都沒有 所以就從藥品的行列下架 下架 在不小心在老鼠的實驗裡面發覺 脂肪減少了 後來證實在豬也可以產生這樣子 那它這個東西啊 後來就用在飼料 到了1999年的12月 就正式美國FDA同意它變成一個飼料 變成一個飼料添加物 那這個東西它是屬於瘦肉精的一類 它也是屬於乙型這個 乙型受體素的一個類 但是瘦肉精除了這個萊克多巴胺以外 其他的毒性都有 因為它都可以當作藥物 那乙型受體素那更慘 因為它是藥 它根本就是藥 對不對 所以說這裡面 我們要把這三個東西分也要分開來 那這個東西 由於它被降格到飼料 所以沒有臨床試驗 因為你找人 比如我找您來接受臨床試驗 我跟你講您的這次飼料 你吃嗎 不會吃嘛 那這個藥有一個很大的特性 它的動物跟人的那個感受性差很多 人是完全無感的東西 但是動物它的感受性很強 你看豬會變成瘦肉 牛也會變成瘦肉 可是最敏感的就是狗 上次不是有說拿狗去讀那個狗嗎 一下就死掉了 這個是非常不公平的 人跟那個狗的感受度差好多 所以我們要證實說人沒有害處 你只要拿動物的資料來說 那不對的 對不對 所以人其實缺乏資料 人只有兩筆資料可以來看 第一筆資料就是在JACFA 他們這個食品添加物的這個 專家聯合委員會 他就找了六個人 他沒有辦法被逼到不行說要人資料 他就找六個人來去做 給你餵餵餵這個飼料 這是很殘忍的事情 餵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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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餵到他要以什麼當作終點 你有沒有產生任何的Fu 有沒有什麼冒冷汗 不做用什麼冷汗 一點點東西 結果弄出來是67 每公斤67毫克 可是這個東西送到聯合國農糧署 去說這個我可不可以定這個腰的量的時候 他給他一砍 他說你這個是年輕人 我不能我要老頭子 我要什麼東西 風險係數一砍下去砍了50倍 除以50耶 你看他做67 1.34 1.34以後他把34再拿掉 就是現在聯合國農糧署訂出來的 我們這個一個人每天的 可以容許的攝取量 叫做一個維克 一個維克百公斤 王先生是用這個很快學的這種角度 可是對一般民眾來講很簡單 就是說這個如果有一點點沒有確定的事情 為什麼在台灣要開放 雖然有二十幾個國家開放 但是為什麼台灣也變成那27的 就加了1變28 不管怎麼樣啦 就瘦漏金 培林啊 它基本上過去是禁止的嘛 過去是禁藥 過去也沒有說含瘦漏金 或者含培林的這些所謂的豬牛肉可以進口嘛 那國內也進口 這是過去已經存在的嘛 那過去存在現在要開 你當然政府要給民眾一個 讓民眾能夠相信的一個理由跟說法嘛 但是這一個案子 因為在大選之後產生 已經產生了高度爭議 產生了很多政治上跟其他方面的聯想 它甚至引起了民間的恐慌 我說過不管你的 吃下去之後你的离病的比率有多高 即使十萬分之一 對於离病的那一個案例來說 就全部啊 就百分之一百啊 所以當然會引起民眾的高度的關注 我想政府請了王教授來擔任諮詢委員 基本上是借用他的專業嘛 那既然借用他的專業 他就不需要講沒有專業 專業以外的話嘛 例如像剛才王教授解釋 他講的是林書豪吃的美牛 還可以打NBA 他後面還有一句啊 台灣人沒有吃 沒有吃美牛 也沒有人打NBA 那這個話你當然會引起很多人的聯想啊 專家就不要講非專業性的話嘛 否則會使這個問題越繳越亂 就失去政府找他來自詢的一個主要的理由嘛 但是我要說的 王教授說了一句話 他說他也不熟悉 他也不專精 瘦肉精 他說真正熟悉瘦肉精是學農的 那我就要問農委會了 那你農委會養了那麼多專家 你農委會有那麼多的防疫解疫機構 你是不是應該出來把這件事情 說清楚講明白 既然瘦肉精既然陪林拿去做飼料 他沒有臨床實驗 那你過去農委會的所屬的研究機構一定做過研究啊 你應該把他出來講清楚啊 讓老百姓適宜啊 這個老百姓一定要適宜 知道說美牛進來了 沒有問題 健康無疑慮 沒有半點疑慮 他才會產生 民眾才會平息恐慌 王先生要立即回應一下 因為我首先講 為什麼以前這個萊克多巴胺會變成禁藥 這是一項政府以前的政策的錯誤 因為他是查到了中國大陸 他們濫用這種 就是所謂的這種瘦肉精 那個其他的萊克多巴胺以外的瘦肉精 結果咱們國家在禁的時候 啪的一下一刀砍下去全部砍掉了 他也沒有去評估一下 到底哪個藥是可用哪個藥是不可用 所以明天農委會的開會裡面 就要檢討這個事情 說當初為什麼把它搞成這個樣子 因為這個東西 我剛才講過 聯合國農糧署他已經講過 每公斤能夠用到一個維克 這個一個維克 你一天要吃到多少公斤的牛肉你知道嗎 6公斤 每天要吃到6公斤以上的牛肉 才有辦法達到這個 這個已經是經過他砍掉的 風險系數砍掉50 砍掉50以上 變成了這個數據 那這個 這個東西他在全世界 用了這麼久用在豬身上 沒有說那種 那種不良反應的一個報告 只有兩個說他那個腳占步不太穩 另外就被他焦躁 這兩篇報告而已 其他都沒有 人完全沒有 那這個是一個最大的臨床試驗 因為這個飼料 不可能給臨床試驗 但是我們飼料經過這個肉 我們在肉裡面有殘餘 我們吃那個肉吃了13億人口 12年 沒事 沒有任何一個報告 所以這是最好的一個證據 我會講這句話的原因 是要引申說 你看看那麼多美國 那麼多在美留學的人 我也是留美的 我也是吃美牛 那些反對的人也是留美的 為什麼要吃美牛打美牛呢 我這個 這個沒有一樣的 你要談這個機率的問題 對嘛 這個 我覺得這個可能跟語言上的問題不大 而是態度的問題比較大 這是第一天媒體報導 陶哥那個報紙上面寫的說 林舒華吃的美國牛肉才能打NBA 台灣人沒吃也不打 我們看這個是王醫師今天的講法 他說還能打NBA 台灣人沒吃也沒能打NBA 這兩句話 大家把它對照起來看 哪一句是對的 兩句我認為都是錯的 今天王醫師他有他的專業 可是如果他是一個單純的醫生 我可能沒有什麼資格去評論他 他是行政院美牛技術諮詢小組的成員 那我當然要講 馬總統今天被人家問到這問題 馬總統不談 馬總統你在怕什麼 你停下來講個兩句 陳聰院長 前天就講了 不是昨天 是前天陳聰就講了 他說這是不對的 陳聰都講話了 你講哪一件事情是不是 就這兩句 陳聰是被問到這一句 陳聰說這是不對 這跟打NBA沒有關係 陳聰講的 今天王醫師出來講說 我是農委會聘的 是王醫師是農委會聘的 所以我根本沒有要針對王醫師的意思 我請問農委會主委陳寶基 你不換人嗎 你不換人 那CNN跟這個什麼 什麼美聯社趕快報導 台灣在討論美牛的時候 把林舒豪也扯進去 把NBA也扯進去了 這個就是我們台灣在討論議題的時候 變成這樣子了 所以請農委會主委陳寶基說 這樣子他還適合做諮詢小組的委員 那我也沒話講 那就陳寶基下台了 陳寶基你上個禮拜五打去友台 搞成什麼樣子 笑死人 被人家修理了整整17分30秒 我也沒看到陳寶基說來講什麼 如果你主管警官也沒辦法做 那不能叫馬英九出來背書 陳聰已經反對 反對扯到林舒豪 扯到美國牛肉 扯到NBA 陳聰都講話了 農委會還不處理嗎 我最後講我對王醫師 我們第一次見面 我對他根本沒意見 可是陶哥 今天這個已經變成了 反對團體 豬農 他們的一個目標 就鎖定王醫師了 你說王醫師我不是故意的 我也相信你不是故意的 可是你現在變成縱使之地的時候 變成什麼 他變成美牛的一個標靶 他變成一個稻草人 我就獵污你 你不下來我就一直罵你 反正你自己講的話 你又不承認 這問題整個失焦了 問題變成是他變成你美牛的問題 包括你剛剛提的說養豬協會 所以你要退出這整個的資訊 你不退出他們就抗議了 這個是這樣子 我如果我是養豬協會 我也會去抗議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是抗議的失焦了 怎麼講抗議失焦 因為我如果是養豬協會 我會去抗議 抗議的原因在哪裡 因為他怕可能美牛進來 美豬也進來 影響到我的生計 你抗議你訴求這裡 可是不要駁斥到這個真理 我用這個例子 只是在闡釋這個真理 這個是沒有毒的東西 我們把它都妖魔化了 萊克多巴胺把它變成瘦肉精 把它變成乙型受體術 這個是很多很多專家 他都把它這樣子的資料去隱身過去 因為萊克多巴胺沒有資料 所以他們會用乙型受體術 會用這個瘦肉精的資料去刀過去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跟你講我不是頂尖的專家 但是我是做公共衛生的 我也算是專家 我不是頂尖的專家 我為什麼會進農委會去做這個事情 因為我們的專家被政治蒙蔽了 他沒有辦法看到真理 你為什麼不看到真理 這個東西只是慘事 你看美國人都在吃 吃了這麼多 我也留美 我也吃 沒事 大家都留美的 那些檯面上的人都留美的 為什麼要把它 抗議是可以 但是你的訴求點 不要把這個真理給駁斥掉 這是不是真理 我想那個王醫師 你在1999年之前 還是之後吃的美國牛肉 而且我剛剛也有講到就是說 美國事實上生產兩種牛肉 一種是含瘦肉精的 一種是不含的 那基本上我想就是說 它賣到歐盟去的 它是不含瘦肉精的 那美國應該本土上面 也是有很多的不含美國牛肉 不含瘦肉精的 有跟沒有都分在一起 那我是認為是說 就是說我們看到一個東西出來 像瘦肉精這樣的東西 它是1999才開始運用的 就是說一個東西出來的時候 我們都會叫好 但是你是要經過一段時間 你才會知道是說 它到底是不是好 當然就是說 我們會看到有一些的資料 那個資料 我看到很多的專家 尤其是被政府邀去 作為背書的專家 總是一昧的說 對於政府想要做的事情的好話 他對於不利的話 他就完全不談 我覺得這個部分 對於我們國人來說的話 我們的健康風險 我們其實是希望大家都能夠了解 包括這一次 我相信在瘦肉精的討論過程當中 很多的民眾過去疏忽 或者不太在乎這個部分 而且他也會多方面搜尋這方面的資料 我覺得說我們人類來說的話 因為人類的歷史非常的長 五千年來說的話 我們其實是有很多的東西 跟我們人類是能夠和平共存的 因為那是經過歷歷代代的這樣子的傳遞 所以如果是說我們人類可以承擔的 那是到現在這樣的一個狀況 如果是說我們人類還有些東西不能承擔的話 我們如果硬要的話就是致死後果 但是我覺得我們不應該拿我們的健康來做這樣子的一個實驗 這所有的這個東西其實就是一個科學的 這問題這個科學的到底有沒有一個實質上讓大家都安心的 無論是剛剛教授講的或者是反對的 到目前為止有沒有誰可以提出來讓大家覺得說 是經過了科學實驗 而且長期的讓大家能夠知道 它是一個有價值的實驗 我一直在提醒這王教授 既然成為政府農委會聘請的諮詢委員的話 你就不要去講與月女分寸的話 你就不要講以非專業以外的話 今天養豬協會豬龍為什麼會以王教授作為標靶 為什麼會讓抗議失交你給他這個機會 你把林樹豪扯進來幹嘛 你把NBA扯進來幹嘛 好 剛才王教授又說了一句 我認為也是失言的話 他說過去把瘦肉金培林當成禁藥 是一個錯誤的政策 問題是農委會還沒開會 農委會沒有宣布 農委會明天如果宣布的意見 跟王教授不一樣 或者農委會宣布錯誤的理由 跟過去不一樣 跟王教授說的不一樣 那你怎麼自圓其說呢 不是又引起了一個爭議嗎 過去一樣有很多的專家在做評估 他把瘦肉金培林視為禁藥 他一定有他的理由嘛 你應該把這些理由攤出來 做一個檢視有沒有錯 錯的原因是什麼 說清楚講明白 而不是今天在這個場合大啦啦的一句話 過去是錯的 那你才是對的 那就不要開會了吧 我是尊重這個王醫師他的看法 絕對尊重 因為他有他的這個 研究者他的看法 可是問題是 我們沒有人投票給王醫師 他有沒有出來選 現在是政府要處理 我認為王醫師是失言的 我有我的評論 而且他是勇於不認錯 那會不會對美國牛肉議題失焦啦 才影響如同邱委員講的 會 那不是王醫師要負責啊 他不是政府官員啊 那當然是行政院跟農委會要負責嘛 我給大家看喔 馬政府跟陳聰內閣啊 每次講到這個都是沒有預設立場 沒有時間表 那沒有時間表 那就十年以後再談啊 黃金十年之後再來開放啊 我當然沒意見啊 那沒有預設立場 真的沒有預設立場嗎 馬一九跟陳聰你把人民當做什麼 你見包道格講什麼 你見博瑞光講什麼 然後你跟我講說你沒有預設立場 你信嗎 陶哥我覺得這個是真是把人民當XX啊 你說你沒有預設立場 你敲駝打鼓 不管陳聰也好陳寶基也好 你說你都沒立場 你有壓力你要講啊 美國逼你你要講 美國有什麼問題 包括TFA 真相是什麼嘛 包括TPP 包括軍售或什麼的 你希望那是國家利益的問題 那你要講啊 你不要來一句說我沒有預設立場 全部的人都知道你有立場 知道你有困難吧 我們稍微回來就是 你國家利益是一件事情 可是人民的健康是擺在 國家利益之前面的 如果人民健康有問題還是沒問題 才談國家利益的 但是到目前為止 這所有的 現在談的大家要記得 它是美國牛肉瘦肉精的問題 但是你看到已經出現 張飛打岳飛亂成一團的這種狀況 這話題其實談不下去的 我們稍微回來 這已經變成一個政治問題